《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扩大打击谁 郭台铭董事长 是 为什么 因为你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 摆明了嘛 对 对不对 Nokia 苹果 惠普 这些都 都请你代工嘛 是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能够把你打击倒 把你击倒了 你的市场市占份额是不是就降低了 那空出来的呢 我们接 其他人接 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 发生在台湾 发生在日本 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欧洲 这些市场经济很稳定 成熟的这种国家里头 不会用这种手段的 对不对 那会用其他的正常的方法来竞争 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不成熟 而且 还有一点 2010年是中国市场的转型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大得小得 有本事的 没本事的 通通想在今年进中国大陆卡位 都想先进去卡位 对呀 因为你等整个中国市场的内需市场 整个活络起来以后 你再进去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是是是 人家该卡位的早就已经卡好了 站在那里了 对不对 那你进去还有什么可图呢 还有什么利可图呢 对不对 那如果说要打击 打击谁是最方便的 当然是打击那个最大的 最大的 都把你的市场给释放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 那打击他所连续带动的效应有多大 是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 造谣啦 告刁壮啦 是 在商品里头下毒啦 或者是 侵害 就是智慧财产权的侵犯啦 是 这些在中国市场上都是属于 温和的恶性竞争手段 这样算温和 这算温和的 是 你知道吗 那什么叫残酷的 杀人放火 这个叫残酷的 了解了他们的整个市场竞争的形态 你就要了解到 这个案子 我为什么我在电视上也讲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自杀案件 是 因为中国是个高自杀率的国家 他每十万人十六个自杀 也就是说 每一天太阳升起来 从东边冉冉升起 中国人就开始有人自杀 每一天都几十个 那中国媒体什么时候报复 大陆媒体什么时候报复 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新闻 我 我学一下他们的口感 叫做自杀呀 自杀就自杀了呗 是 是 那 那怎么样呢 你富士康十二个人死命盯着报 是 对不对 您刚刚讲了 郭台铭加薪二十二 二十二% 这个消息刚宣布第二天 我负责任的讲 第二天 因为郭台铭去是 第十一跳的时候去的 对 当场宣布 宣布然后第二天 又发生了第十二跳 那我们不管了 不在这个议题上纠缠 重点是 广州的本田车厂 就在第二天 罢工了 一千五百多人罢工了 为什么 要求加薪 而大陆北京总工会也接入了 对 本田的老板也赶到广州去了 因为广州厂的生产线如果停摆 本田的车厂 他们整年度的营收都要修改了 是 那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 要求加薪 我不能不说是富士康效应 对 还有多少台商刷了一旦呢 是 啊 哇 你加二十二趴耶 二十二趴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对 那多少 多少 多少广州 整个沿海 整个沿海工厂 台商的 外资的 看着办吧 都准备要加了 所以这等于是说 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他只是一个开头 是 而且还有一点 温家报已经宣誓了 对 今年 中国市场 中国大陆市场 要进行市场转型 是 进行市场转型 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财富分配 对 税制改革 财富分配跟税制改革 这就直接影响到收入 是 对不对 那过去 大老板 出资 盖工厂 就已经很感激了 然后你只要招工 给我们工人一碗饭吃 就我弥陀佛了 就是那么 菩萨在世了 对 以后没有了 以后就是 对 我感激你 没有错 我很谢谢你 对 你在我们这里投资 在我们这里设厂 在我们这里生产 是 给我们提供救援机会 对不起 我们还要罪 这个罪名反映在哪里 钞票上 过去那种很廉价的 对不起 现在不行了 是 你得加薪 所以 本田事件 北京的总工会介入 也跟资方开始谈判 加薪加多少 我们说 富士康十二件跳楼事件 有很多评论员说薪水太低 结果跟本田一比 哇 富士康领的多得多耶 富士康平均一个线上作业员 他连 加班费 一年 不一个月实领 1500到2000块 是 人民币 那本田的呢 1200到1500 对 哇明显差很多 这显示出 这个日本老板刻薄 先骂一下这些小日本 你得知道骂一下 所以 中国总工会出面 跟他们要求加薪三到五百 是 为什么 你富士康都是这种 就变成 富士康变成一个标的了 放在这里 是 我2000块 你看着办 嗯哼 好 是 本田或许才大七出 那其他台商 完蛋了 对啊 对不对 在珠三角 是 那会不会烧到长三角 肯定的 跑不了的 是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我们台商 我们台湾人也要了解到的 是 第一 人家改革开放三十年 人家不可能 一直都是所谓的低工资 是 所以我们 我们以后的投资策略要转变 啊 要 要生产一种 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是 第二 也是正面的 我们 因此可以坦白讲 我们可以逐渐放心 我们